财政部北区国税局宜然分局 今日在圆山乡上德和平公园举办 拒绝私烟健康一定型租税宣导活动 借由建行活动结合租税宣导 提醒民众拒绝私烟 未税烟品及切勿购买来路不明的烟品 并且建立民众正确的纳税观念 今日活动由分局长黄美丽带领同仁 引导民众热情参与 西家带卷近500人走出户外 沿着河堤步道建走 值得一提的是 圆山乡长张仪化也带着公所同仁共襄盛举 分局长黄美丽表示 今天很感谢现场的来宾的热泪参与 一到早就西家带卷来参与这项活动 尤其疫情期间大家解封很久 难得有在国庆佳节的前夕 又加上天公作美秋高气爽 整个来参与我们这一场的季节 私烟 就是我们不要买来路不明的烟品 未睡的烟品 而且一定要维护个人健康 希望这一场是健康活力 大家一起来 我们国库民安 而且祝福大家健康愉快 财政部北区国税局宜然分局表示 今日除了践行活动 也有活泼有趣的闯关游戏 天文卷拍照打卡送好礼等多元化活动 还有挺农民温馨的进挺包 现场民众各个乐开怀 展现健康活力 提升北区国税局优质机关形象 以上新闻由政森记者张凯霆采访报道 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整身广播电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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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